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鱼哥阿丁 我现在在这个重庆嘉宁江边 也就是千世门大脚下面 我身后就是嘉宁江 往后面走一点点就是这个两江交汇的地方 我今天来跟大家拍一下这个涨水 最近这个因为下了暴雨 这个江水长了不少 我这远远的看上去 就在前面那个桥墩那里 那个水危险大约在170的样子 好久没走这条路了 这些地方都被淹了 现在这条路很难走 我必须小心一点走过去 走到那边中间的位置 拍一下那个桥墩的水危险给大家看一下 这些地方都被淹了 没得过去的路了 我必须从那边走过去 走到前面一点点 那里就是桥墩 我走到前面 再走几十米过去 正中的位置都给大家拍一下这个水危险 这是乱石堆 不好走啊这条路啊 必须得慢一点走 好大江水 以前水未低的时候 这些地方都是河滩 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了 现在我差不多走到那个桥下面来了 这就是江边 这点能清楚的看到 我用肉眼能看到 这个水危险大概在 一百七 差一点点 下面我把它放大一点给大家看 上面那儿写着树子是一百七十五 靠近水面那儿就是一百七了 这就是桥墩上面的水危险 如果这儿水位在低一些的话 下面这些地方就全部是河床 就会露出来 好热好热 整得我满头大汗 虽然江边比较凉快 但是也非常的热 看来这个天气非常的闷热 还有雨没下头 天气一场的闷热 这个今年的雨水比较多 特别是这个暴雨特别的多 现在我去加免那个两江交汇的地方 再拍一下 应该那个网红沙场可能都被淹了 好了我就关掉 跟我过去了再拍 因为这个路实在不好走 这里好多钓友啊 还有漂流的人 我现在真正到了江北柱这个位置了 也就是两江交汇的地方 这个位置就是两江交汇 这个网红沙场已经不见了 已经不见了 来这里看涨水的人还比较多 这个是从淡知识过来的 5块钱的船票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最后希望这个老天爷少下一点暴雨 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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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兴趣